好 我們來看這個圖面 這個圖面其實剛剛講的差不多了 再來要講的就是這些東西 第一個 同意使用面積是多大 什麼叫同意使用面積 其實這個圖面我給你一個東西 你要去改喔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土地坐落你不要去管 這是地級上面的號碼 土地上面的號碼 什麼什麼段什麼什麼號有幾筆 那 騰本的面積 騰本會告訴你 那我們在這邊教你怎麼算一下騰本面積 Check看看跟騰本一不一樣 很簡單你看這一個 這個平面圖裡面在一樓 就有這個基地境界線 通常我在這邊會設置一個 我看看有沒有area 沒有 我建一個area 面積塗層 顏色我弄一個特別一點點的 好 要不要出圖 不要好了 好 這個作為目前層 好 到這邊的地方 我把這個 因為它剛好是一個矩形 那如果不是矩形 我們用p line來畫好不好 p line 我把這個圍起來 吸 p line做完之後 記得它單位是公分喔 公分跟公尺差100倍 面積是差100的平方倍 就是10000倍 所以你看 用arearea 按一個object 物件 點選這個 它就會出現 4241800 記得把它除以10000 所以它的面積就424.18 這個時候 424.18 你這邊就要改喔 424.18 我給你的沒有改喔 你要改 424.18 好不好 那把它除以2 就是兩戶的同意使用面積 它不是195.2喔 12 你要改它喔 424.18 除以2 是212.09 你就把它改 這平方公尺不見喔 那你要記得喔 這一個 你按一下U 回覆它 這個平方公尺把它留著 知道喔 那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喔 212.09 這邊也一樣改一下 好不好 好 OK 然後建築面積怎麼算喔 好 我們要講建築面積跟建幣率的檢討 那建築面積等於多少 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建築面積的計算 OK 看一下投影片裡面講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建築面 基地面積先來看一下 好 基地面積是建築物提供建築物本身 及所因流設置空地的空間 好 那基地面積是建築物 基地投影面積 水平投影面積 這個我們剛剛算完了 建築面積是建築物外牆中心線 或替代住中心線最大水平投影面積 那 他這邊有講喔 那個地下圖租屋等等這個我們都沒有喔 深度兩公尺一下 楊臺遮陽板不記錄建築面積 喔 那你看楊臺 上次有講過這個吧 駐心線兩米 或雨遮花臺 一米 外面扣掉兩米或一米 作為中心線 那每一層楊臺面積之和 以不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線 未達八平方公尺 得建八平方公尺 這上次有講過嘛 喔 好 那建幣率就是建築面積 建築物最大水平投影面積 建築面積跟基地面積的比 所以來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我們就先看建築面積怎麼算出來的 首先 最大水平投影 最大水平投影 你可以知道原來建築面積是到這裡 這個算花臺喔 所以強心線要描出來 這個在一米五以內不算 當然陽臺要檢討 是不是超過八分之一 上次還有各位檢討有沒有 檢討建築面積底下有沒有超過八分之一 這各位要去算喔 好不好 參照那個牆與陽臺去算算看 現在我們不算陽臺 我們直接來看 陽臺上是有算這個圓嘛對不對 我們直接來標建築物裡面的面積 好 還是一樣PL 我從這一點開始 我從這一點開始 強心 有看到我標在強心上 所以當時在畫的時候 好 這就強心 好 OK 這個時候AREA點一下 O 這是兩戶的喔 兩戶的面積是 201.5111平方公尺 所以 兩戶的面積是201喔 那 他的建築面積你把它除以2 所以 這個建築面積 你看 翔一層平面積算是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並沒有 他兩戶分開喔 一個94多 他拆成兩戶 拆成兩戶 拆成兩戶 那通常來講 齁 你就把它算起來 那個面積除以2 檢討他 我假設這是對的啦 齁 我沒有去 詳算他 那建築率就是用 建築面積 除以 除以 基地面積 因為他分一半 分一半 齁 對不起我先假設這個是對的 齁 你各位回去自己check看看 齁 應該是除以212.09才對 齁 那他的建築面積也不是這個數字喔 齁 除起來他等於 百分之五十以內 他的建築率 齁 所以他必須符合建築率 又必須符合容積管制 齁 我們來看看樓地板面積怎麼算 你看每一戶都一樣 八十四點一六 我們看樓地板面積怎麼算齁 先看他的定義 齁 樓地板面積我們看齁 每一層陽台屋原突出物建築中心線 住中心線超過兩米的我們不算 花台一米的扣掉 齁 然後 陽台面積不超過這個也是這樣算齁 齁 齁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就不紀錄 超過百分之十要紀錄 共同使用的樓梯間 升降機 不超過兩米的話 他可以梯廳可以扣除 齁 梯廳面積未超過該場的一百分之十 不紀錄樓地板面積 所以你必須要檢討 梯廳的面積有沒有超過樓地板百分之十 齁 那要扣掉百分之十紀錄 齁 那我不算那麼細 我這一次題目只要求各位 只算 A戶裡面的面積就好 照理講要檢討梯廳面積是多少 齁然後 你看 陽台面積 跟梯廳的盒 超過百分之十五的時候還是要紀錄 所以你要檢討陽台面積 梯廳面積 還有哪 樓地板面積 瞭解齁 好 那 這邊介紹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一個是你要算梯廳的時候 一個不算梯廳的時候 用十二percent 八分之一 八平方公尺 齁 樓地板面積要算的時候 勢必就是只有算 不算梯廳 齁 譬如來講 我把這個拿掉 我要算梯廳的時候 來我算A戶 你就PL做一次 我這從這邊開始做啊 梯廳不算那個齁 陽台扣除掉 當然我沒有檢討陽台面積 我先算這一個 我算A戶就好 這個強心在這裡 注意他的強心分界齁 好 所以為什麼要留下強心 齁 好 這個就是A戶的面積 A跟B不一樣齁 同學要稍微留意一下 A跟B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打AREA Option齁 就看到84.1621平方公尺 這就是A戶的面積 B戶你照著去做好不好 那84 你看到沒有 84.16 所以你把84.16全部加起來到五成 總樓地板面積就是這樣 然後容積率檢討就是420.8除以 我們這個基地面積 那等於215.6小於240 OK 所以他是符合容積管制的 那再來還有一個工程造價 工程造價這邊寫的57200 乘以420.8 420.8是我的樓地板面積 那工程造價裡面來講的話 同學可以從這邊找 法定工程造價 每個縣市這麼不一樣 你要這個你要去找 好 你看 這是 建築市工會裡面的 好 那高榮市政府裡面也有 好 那我們來找找看建築市工會的 他還有分縣市 你看到沒有 不同縣市 我們找一下高雄市的好了 他是一個PDF檔是吧 你看他的法定工程造價 這邊有講 我們來看 我們這個是RC一到五層建築物 所以110年 100年10月1號1號起 110年你看 一到五層造價是6120元 所以他就是6120元 看到了 這邊有鋼筋混凝土 對不起 這是鋼骨 鋼結構等等的 好 那這13樓以上 我們是屬於這一個 6120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照到怎麼樣 6120 好 當然你要改 好不好 6120 那 那 乘以 420.8 你看多少錢 你把它加進去 好不好 這個 齁 你承承看 那工程造價 就做完了 好不好 那B負也一樣也算一下 齁 那這個面積計算表就算完成了 OK 所以 好 那麻煩各位 齁麻煩各位 回去把這個圖面完成 齁 然後 因為這個圖面我已經大致都給你了 你把它配置好 你只要做配置好 這邊有一個配置好的東西啦 齁 那我是希望你說 我是希望你把它改好 比歷史給都做好 齁 然後 圖稍後再編 然後這邊你要把那個都算上去 有沒有看到 齁 OK 齁 那面積計算表的部分就是講到這邊齁 齁 那下週期中考 請同學準備好 瞄圖與面積計算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 就這樣囉 OK 齁